我现在手里拿的应该是很多学生党非常关注的 爱库推出的一款性价比小旗舰爱库Nio 5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 今天的视频里给大家反馈一下 这款手机体验如何 爱库Nio 5的外观设计要比我预想的高级 后盖整体成深蓝色 中间有一道悠悠蓝色 光线强的时候是很亮眼的蓝 光线暗的时候是五彩斑斓的黑 左上角是现在已经有Vivo独特风格的举行镜组 镜组下方是爱库系列独有的光面玻璃 与四周的磨砂玻璃相应成去 今年2000到3000元档 三款关注度最高的国奥型选手 红米K40 Pro Realme GT和爱库Nio 5 也就是Vivo Oppo小米三家的国奥队队员 大家觉得这三款哪个手机更好看呢 与另外两款国奥产品策略相同 爱库Nio 5边框采用塑料材质 配合以假乱真的喷涂工艺 红米喷涂的是光面金属效果 而爱库喷涂的是亚光金属效果 不得不说 现在这个塑料之感 即使你是一个数码爱好者 也很难一眼就真正区别出 这是塑料还是金属 正面是2021新时尚 让游戏党欢呼的平面屏幕 顶部边框略宽 两侧边框略窄 底部边框更宽 也是目前国奥队的一贯方针 这款手机屏幕尺寸是6.62英寸 厚度是8.3毫米 重量是196克 手感相当出色 屏幕支持120赫兹高刹新 是这个价位 一块非常能打的屏幕 Iconia 5这次给手机 单独配备了一枚 来自Pixelworks的独立显示芯片 去年OPPO Find X2 Pro 和一家的旗舰上 也搭载过这枚芯片 之前都是旗舰机专属 这次被加持到了Neo系列上 也就是将更多的显示效果 技术细节 放在这枚芯片中运行 效果更好的同时 能耗更低 首先来说说大家最关注的 色彩表现 Pixelworks的一个工作 就是色彩管理 此前 安卓手机因为缺少色彩管理 所以为了让屏幕显得更艳丽 讨好用户眼球 大家都只能提升保护度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 会带来百点不准的问题 而这次第一个功效 就是提升了色彩的准确性 在这个价位段上 Neo5的显示效果非常出色 但是就像K40 Pro的评测里我们提到的 这两块屏幕 它们的表现出色是在这个价位段上的 如果和真正的旗舰机对比 还是有差距的 这一点大家要理性看待 这枚芯片带来的第二个优势 就是在显示层面上加入的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支持给游戏 带来动态插帧 Neo5可以将60帧的游戏动态插帧到90帧 或者120帧带来更细腻的视觉感受 这个功能以前只在其他的旗舰上看到 可以给视频插帧 但是第一次在游戏中插帧 实际测试 那肯定是没有游戏直接支持120帧效果更好 但是确实要比低帧率60帧 直接玩游戏细腻很多 这枚芯片的第三个优势是降低功耗 这也是我在使用这枚芯片时候 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个功能 什么意思 就是原来在运行游戏的时候 需要手机处理器的GPU部分来完成的工作 现在由功耗更低的显示芯片就能够实现 更省电 同时发热更低 配合上今年被很多同学追捧的骁龙870 这个效果如何 经过实际测试 硬核跑分稳定原神 极限化是60帧20分钟 前10分钟基本稳定在60帧 而后10分钟在40到60之间波动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水平就是正常的870水平 说实话870由于发热更低 所以在这一轮测试中 帧率矿制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次New 5加入了这枚显示芯片之后 带来了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帧率稳定 如果开启之后 游戏的实际帧率会被控制在30帧 然后通过显示芯片的动态插帧 达到视觉60帧的效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实际60帧和插帧60帧 在4倍慢放下的效果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右边插帧之后的细腻程度 从我的使用角度来看 插帧的体验要略弱于真实60帧 体现在操控反馈上 没有实际60帧那么迅捷 但是画面观感已经非常细腻顺滑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 插帧之后的稳定性非常的高 游戏20分钟 几乎没有出现掉帧 以及帧率波动的情况 体验很好 而且注意 由于这部分硬件上 始终是以30帧去运行 因此实际功耗变得更低 20分钟游戏 温度最高只有43度 耗电只有8% 从稳定性与功耗的综合反馈来看 我觉得这枚显示芯片的价值 已经得到了体现 有同学看到这说 你这表现那么好 那我还买个P的888 对吧 直接骁龙870 又省钱 温度又低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咱们这个属于是极限测试 也就是说 其实是对888 最不利的发热测试 除此之外 888还拥有更好的频段支持 更好的AI预算性能 以及更好的拍照效果 所以爱库7它的实际体验 还是要比Nio 5好出一截的 更贵的综合体验往往更好 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 充电方面 Nio 5的电池怼到了4400mAh 支持66瓦快充 只比友商多亿瓦 被划分到数字营销学的那个板块 实际测试 30分钟充满电量98% 其他方面 Z轴震动马达 Nio 5的这个Z轴调的不错 短促 清脆 上下双弯声器 声音响亮 力挺声效果也很强 细节还原也很到位 实际测试 和红米K40 Pro的扬声器对比 还要弱一些 Nio 5配备了4800万像素的 光学防抖主镜头 一枚超光角 还有一枚战术黑白镜头 好家伙拍黑白照片的时候 还和主镜头协同工作 挡住黑白镜头的话 拍摄出的就是彩色照片 不过 总而言之 这是一枚战术镜头 与战术微距 战术景深镜头一起 合成为21世纪三大战术 实际测试 拍照效果 现在居然已经成为 Vivo系手机的一个强点了 无论是主镜头 还是超光角 无论是解析力 还是色彩 Nio 5的表现更加稳定 随着这次 IQ Nio 5的发布 其实 爱库还发布了很多 很有趣的配件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款 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 打游戏的时候 使用的游戏手柄 跟其他的手柄都差不多 在这里 它有一个弹簧拉扣 然后我们给它拉开 这款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 它的核心卖点 就是它直接是集成在 Vivo或者爱库系统之中的 直接可以从设置中 然后这里有一个外设设置 而且这个手柄让我觉得最丧心病狂的是 我给大家数一数 它有多少枚自定义按键 1234 然后56 然后7 然后8 然后9 也就是说 这个游戏手柄 有9个可以自定义位置的按键 如果我按L1 看 这是开镜 L2 这是开墙 我先来点声音 我按C键 打开背包 按B键 这个时候就是伸手雷 然后我可以把它扔出去 比如说我们按A键 就是蹦 按Y键 就是趴下 哎呀 这个游戏手柄 我现在不知道售价 但是这个自定义按键 键位是真的多 做工程来说 我觉得稍微塑料感比较强 这一点可能以后 希望下一代 爱库的手柄能够完善一下 这次爱库还推出了一个 冰封背夹 大家看 而且这个冰封背夹 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它这里有一个 拐弯的给手机充电的线 我们把它连接到手机上的时候 这里 直接可以和手机下方的充电口 进行连接 然后它在这个冰封背夹下方 是有一个Type-C充电口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Vivo手机充电线 直接连在下方这个接口 这样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存在说有一根数据线 去阻挡你的右手握持手感了 哎呀 这一套 有一点点那个正义战士 变身之后的一身盔甲装备的感觉 就像视频开头所说 这就是上半年国奥队的 最后一位成员亮相 这三款机器让2021上半年 2000元党光彩夺目 别看都不算是旗舰 但这个价位能买到体验这么出色的手机 而且一下子就来了三款 真的是让人不禁感慨 你们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 选择的权利 最后多说一嘴 随着Nio 5的发布 Vivo上半年产品线布局基本完成 这场布局包含了高端影像的X60 Pro Plus 中高端的X60 Pro 主打性能的爱库7和中端的爱库Nio 5 以及主打小姐姐的S9 如果你仔细回忆 真正做到影像 性能和小姐姐三条线 全面覆盖 且全面有认知度的 以前国产手机只有华为的多产品线 还有一个苹果 靠一款手机拿下影像 性能和小姐姐三条产品线 而现在 Vivo接过了这面大旗 这种全产品线都强势发力 是我觉得最可怕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